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8号星期日 关于巴基斯坦的巴士事件又有了一个新的消息 是巴基斯坦它有一个英文报纸叫黎明报 一般来讲你知道比如说在中国如果报纸出英文 那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回避自己本国的意思 举个例子吧 你像马云控股的好像是叫南华早报 好像他们就是说把中文版就取消了 光出英文版 然后有的时候报的一些内容 实际上就是国内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喜欢的 你懂吧 所以一旦说是巴基斯坦的英文报的 这个意思就说什么 就是说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说跟政府的不太同调 反正就是你要离 但是它又在这儿办 说明它还基本上又让政府可以接受 就有点像马云控股的南华早报 就那种感觉 你能明白吧 就是说关系又很暧昧 但是又不太同调 就这么个意思 他报道他这样 他说他得到的内幕消息 巴士的爆炸案是这样 他说是有一个自杀的炸弹客 是一个自杀式的袭击 说一个人开着一辆的车 这车上满载的炸药 装有爆炸物的汽车来冲撞巴士 说他们往那开 不有中国的工程师吗 他们是一个车队 当整个车队 驶上一个开放通行的道路 就是说是不封闭的 是大家都能开上来的 这道路的时候 但我不太明白巴西斯坦 为什么有这种路 但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分开放的和不开放 反正国情不太了解 反正在一个开放通行的道路上来之后 这样别的 就是说别的私家车 也都能上来了 那么这辆车就跟上来了 这辆车跟上来之后 它设法钻进到车队之间 本来他们是一辆接一辆的大巴 那它设法钻到这两个大巴中间来 那它可能就是说 它想这一爆炸之后 把两辆车都炸了 钻进来之后 先就是说冲撞了第一辆巴士 然后接着 当它撞上第一辆巴士 撞了一下之后 然后等第二辆巴士也上来的时候 它就开始引爆 在引爆炸弹的时候 结果出了问题 由于隐形抽象的故障 爆炸物没有完全引爆 但是这车反正就是炸了 但是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我也不太明白 假如说车上有爆炸物的话 假如说一个炸弹炸了 就应该把另外一个炸弹 也引爆才对 对不对 但是并没有 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 反正就部分炸了 没有完全炸开 那就炸了 炸了之后 就是说它撞了一下第一辆车 然后炸了 炸的不是很厉害 那么第一辆车 就反正被它就撞到一边去了 那么第二辆车 发现它撞了第一辆巴士 又爆炸之后 就吓坏了 吓了一跳 然后试图急转弯去 去躲避它 在躲避的时候 结果就从山谷里就坠下去了 所以第二辆车的真正的死伤 那么主要都在第二辆车的死伤伤 第一辆车被撞到一下尾巴 然后爆炸 因为爆炸威力很小 所以没有给第一辆车 伤什么太大的伤害 它自己好像把自己 不知道炸死了 还没炸死 这他也没说 第二辆车主要死人死的多 就是因为坠下山谷了 那么导致 就是说好像最后是13死 20几伤 那里面9个 是死的9个 是中国公民 另外好像是3个还是4个 是当地的巴基斯坦人 反正这是巴基斯坦的英文报纸 黎明报 报道到这个消息 我把这个消息 也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这个事 现在看起来 已经错终复杂了 我也说了 通过这个事来讲 如果这个事情 是这样发展的话 就说明巴基斯坦和中国 远远的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铁 就我们老是拔铁 铁哥们 看起来远远没有那么铁 巴基斯坦在这事里边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他最早的时候 七八个小时候之后 他的外交部的发言 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说是一个事故 不是自杀袭击 如果是这样子 肯定就是自杀袭击了 为什么第一时间 我们的当地没有死的人选 向大使馆报的 就说是恐怖袭击了 对不对 已经确认恐怖袭击了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巴基斯坦外卧部又说不是 然后最后 被中国强行定性为恐怖袭击 然后我们又派了国安部 又派了整个队伍过去 跟巴基斯坦这里面 就有很多问题 我分析不见得对 我分析是这样 也就是说巴基斯坦 从民间上来讲 有一些人对中国实际上不满的 为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派了大量的工程师 工人去帮他们建 我不知道反正是建一个水坝 也不什么的 或者有桥 反正建一些基础建设 帮巴基斯坦建了很多基础建设 但是巴基斯坦 我们认为巴基斯坦人应该感恩戴德 但是巴基斯坦人不这么想 我觉得为什么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到国外去援助一些基础建设的时候 我们通常我们的运作方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我们通常运作方式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去了之后 从工程师到工人到各方面 百分之八九十 用的都是我们自己人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来美国给美国接了一个工程 做一个基础 也是一个基建的 给人盖一个东西 然后他们是广西的 广西人 整个他们所有的人 全部都从广西拉来了 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说他们整个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然后他是做会计的 他是帮助做会计 做一些文职工作 然后来了之后 到了当地 他说所有的整个他们这是封闭的 他们这里边没有一个外国人 都是自己人 连厨师都是从中国带过来的 所有的工人都这样 然后他们这些做文职工作的 得到了信任 每周歇两天 周末的时候可以出门 星期一到星期五不能出门 就要在这个工地里边 那么剩下那些工人 就是说完全不可以出门的 就一直都在工地里 怕他们跑了 然后他跟我说 连做卫生的 扫厕所的都是从中国带来的 做卫生的 厨师 司机 所有的全部都是从中国带过来 里边没有一个外国人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来美国也如此 去巴基斯坦 估计可能就更是如此 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是 我们整个围成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小区域 然后这个小区域之后 就封闭起来 自己人的不出去 外面人的不进来 对于当地人来讲 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卖给你们 这是你们的一个王国吗 被你们封锁了 对不对 但是在美国干了这个基建之后 就卖给人让自己撤了 就完了 但是往往在像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这种地方 我们建了这个基建之后 我们可能就别人 好 这个我给你建 是你拿钱 你欠我钱 你要还我钱 你不还我钱的话 这个我要先用 不管给人建了桥 建了什么之后 还是中国人在管理 在控制 然后在更多的在使用 所以给当地老百姓 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国家 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们了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感觉好像这是一个 就是说你是一个殖民者 而我们这是殖民地 它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好像是一种经济殖民 一种变相的 一种新型的一个殖民主义一样 所以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 造成一些不晚 觉得你是外来的入侵者 你是殖民者 你把我们这种当成了殖民地了 所以它能就有一些反抗 当地的政府 像巴基斯坦就认为 好像我们成了你的这种买办 或者说成了你的附属国 有什么事都要跟你打招呼 要征征你的同意 你要不同意 我们就不能做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在巴基斯坦 从地方上到政府上 对中国都有一种 就是说 我觉得不能说怀疑或者敌对 最少有一种就是缺乏安全感 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的外交部 第一时间说 说这是一个事故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它去说谎 实际上某种程度 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所以我觉得 这样看起来 其实我们跟巴基斯坦的这种关系 我们认为是巴铁 是铁哥们 是拜把子的亲兄弟 不是亲兄弟 胜似亲兄弟 但是实际上 我认为这种关系 其实是一种 病态的一种的衣服和被衣服的 这么一种关系 而这种关系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非常的不健康 好吧 那这些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